蔡委員為什麼你覺得說 其實我們的邦交國現在剩22個 其實實際上已經斷一堆了 沒錯 我們馬英九起來了後 他的外交政策就是外交修兵 所謂就是所謂活絡外交 其實活絡外交就是剋中國 他兩岸政策高於外交政策 剋中國的施捨 我不要幫你的邦交國 你聽我的話 好 你就是繼續23國 但是這個政策不對之後 整個外交體系的人員 所謂的行動力 戰鬥力都不去了 他不是為何戰 他的戰略目標不去了 所以大家就說 我不要做就好了 多做就會多錯 所以他們現在都在外面混日子 秦日新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諾魯那個 太贏了 贏了 贏了給做日本的大賽館的職員 贏了 贏了沒有人 將要送給他們國家的王妃的珍珠項鍊 拿去送他們擦 所以將諾魯國家 我們大賽館的外交電話 拿回來台灣 怕國際電話給他們 日本人家擦 所以它是燈氣跟日常關係 可能是這樣 亂搞啦 什麼要做日本關係 他們就沒事做啊 太偶然你說外交部長 他們也是受害者啊 因為外館三個人 秦日新打這個 另外一個秘書是上班看A片 國黨資源限騷擾 限騷擾 限騷擾之後 他寫一份報告 這個報告 給秦日新之後 因為人家拿出來過癮 他寫這個報告之後寫秦日新 秦日新批完之後 送回來亞太斯 亞太斯批完之後 再送給部長批 通通批了喔 內容寫什麼你知道嗎 他在研究南島女性的凶行 這人性騷擾 報告說什麼 他在研究南島女性的凶行 每一個國家女性凶行 這對外交很重要嗎 有什麼不一樣啊 沒有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大使為什麼 去批這個公文 你這個亞太斯司長 怎麼去批這個公文 連部長你就相信這種公法 你看地匯有夠跌到這個天空 不是 這證明了我們的外交 整個系統都在問了 所以因為他們在問 中國也不說 我幫交國文 所以我們那些外交體系 整個末梢神經 都已經麻痺 麻木不仁 所以當地外國 那個國家 他們不滿 你們對我們這個是 太不尊重了 甘比亞就是這個樣子 我跟妳講什麼 妳也沒有回報 所以這次甘比亞斷交 行政委員會可以起來 6點我才知道 看來不早點他才知道 所有的國家現在對我們 都很不滿意 現在有7個國家 柏劉 巴拉圭 貝里斯 海地 聖多梅 普林西比 他的總理剛剛到台灣來 這不知道要再來做什麼 還有一國叫教廷 這6、7個國家在台灣 居然沒有派大使 都沒有代謝 給什麼你知道嗎 臨時代辦 上面有說臨時代辦 臨時代辦 臨時代辦就是說 我們去沒有邦告的國家 還有一個代表 他是代辦而已 看來廟室 表示整個國家 跟這6個國家 尋同名存實王 大使館應該是這樣 大使 公使 公使 再來參事 對不對 還是總理 公使就是副大師的意思 對啊 還有來臨時 領事 他是臨時代辦 不是只代辦而已 還帶你什麼臨時代辦 他的正式名稱就是臨時代辦 這個在國外其實 在世界的外交體系上是有發生的 我同意委員講的 就是事實上我們現在國家 說沒有大使的邦告 其實有8個 還有聖路西亞跟聖文森 因為他太小了 他根本在台灣 不要說沒有臨時代辦 他連辦公司都沒有 就是兩個 聖文森跟聖路西亞 大家有講清楚 另外該委員講 聖文森是國慶只有一個警察來的嗎 你會叫 上次來的那個 沒有錯 聖文森 上次來的那個國家是哪一個 我倒是忘記 聖文森 我也有跟著去過 那委員講的東西 我跟大家報告 教廷在30年前 就已經只有臨時代辦了 因為教廷其實一直 因為教廷他是需要 天主教他是需要跟民主的國家 中國是集權的國家 尤其在30年前 所以他沒有辦法跟中國 他是有主教 因為他在台灣有主教 所以他是用臨時代辦 這個教廷不能 那教廷之外這幾個國家 都是2008年之後 撤掉大使 所以這是阿扁之前 我們可以把它拿出來講 我先說 就是在這一次外交部的事件 他們需要檢討 反應太慢 你沒有感受到說 因為我講嘛 賈美他已經準備要出手 你沒有意識到沒有回報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 你在收到新聞稿時間 這麼慢的情況之下 你還沒有 你回報的時間 比外電還慢 這個要檢討 第二個就是 你還派人去給他 撤免兩天之後 最後四天 之後才宣布 這是外交部要檢討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 活路外交 我可以跟大家補充 為什麼我說2008年之後 大舉撤掉大使 大家是不是知道 以前還有去基隆一個廟 去那邊鞠躬的陶瑞斌 有沒有 他說跟阿比亞是好朋友 後來還選上帛琉總統 他就回去了 現在帛琉有沒有大使 沒有 從陶瑞斌之後 08年之後沒有 那就跟剛才委員講 這是同一件事 我是覺得說 我批要批 但是因為我也是跑外交 我有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說 活路外交的確造成了外交人員 前線麻木的問題 可是活路外交的確是 也讓我們沒有花冤枉錢 這是一點 大家可以來做一下平衡 那陶瑞斌 帛琉 剛才講這幾個國家 還有宏都拉斯 貝里斯 海地都沒有大使了 因為他們知道派大使那邊沒有用了 馬英九上台就講說 他要跟中共來這一套了 所以沒有辦法再跟他多要錢了 我跟馬英九出去 他的紅包錢就是300萬美金 每一個國家都是 一個紅包就是300萬美金 對 就是一億 那到紅包怎麼發呢 譬如他到布吉納法所 他非洲一盞燈 那是紀令計畫 就是說我們國和會跟其他單位 去幫助他們 農技團 國和會農技團 去幫他們改變他們的稻米 玉米 但是現場要是提出 如果說要錢呢 怎麼辦 一定會有 好 那因為他有農荒 布吉納法所 現場最佳 對 人到原住300萬美金 等於台幣一億 就給了 OK 就離開了 到第二個國家 甘比亞 也是人到原住也是300萬 那剛才比妹講的那個數字 就是傳出他要2000萬美金 那就是我們可以給他 紅包的七倍 所以他沒有辦法給這個錢 所以在不給這個錢的情況之下 我今天跟大家講 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這個事情 大家在想說 為什麼賈美惠叫外交部人員 會不知道 我覺得外交部人員要檢討 可是的確很怪 因為你可以看到 這是上個月的事情 上個月的10月4號的時候 賈美去聯合國發言 認為中華民國應該加入聯合國 10月4號 今天才11月中而已 然後4天之後 他派他的副總統 賈沙迪來台灣 帶團來台灣參加我們國慶典禮 一般如果要斷交他不會來了 而且還沒有 10月23號的時候 我們送給他的軍事中心 由我們的大使陳世良 代表送給這個甘比亞 甘比亞很窮 他的國民的平均的200多塊美金而已 我們這邊是在炒作要上幾 要1萬多要2萬 200多塊而已 所以他們沒有海軍 所以我們送他快艇 沒有空軍 也沒有什麼陸軍 陸軍就是賈美的遊擊隊 所以我們還送他軍事中心 在上個月的時候賈美還幫我們講話 還派他的副總統來參加我們國慶 然後我們10月底 還送給他一個軍事中心 才剛開始啟用而已 他突然宣布要斷交 外交人員 所以我們才懷疑說 這個跟胡茂有關係 他說是大... 阿強 警察自己最好的 官員最好的 大家出去 大家敢示 大家警告說 你不聽我的話 我練到你外交也一事無償 這樣 不過國中公也沒什麼見交 他不會再立刻就給你 早晚啦 他就要先撐過這段時間 然後事實上他會不會 可能真的是幕後的那個贏武者 有可能啊 蔡委員 不好意思 我再問一下 如果吃美現在跟他說 再拿3千塊美金來 這樣我們現在也不可以見交 現在不是 因為我覺得他也是要錢 我今天特別問那個外交部長 你們如果說中子 外交關係 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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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不是中 不是中子 不是中子 你說清楚 斷交就是斷交 他才對我來說 對 這就是斷交 他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因為馬英九有一個政見 叫連斷交 所以他不講就是斷交兩次 他跟你說中子外交關係 他說你不要來不來一頭 你也沒有 沒人策略本來就很轉進 這樣子 所以你只要錢還要給他 他可能還要跟我們互交 但是如果你要這樣錢給他 接受要挾勒索的話 所有的22的國家 都會再來 所以我認為現在 我們在建設國際的時候 我不是說外交小兵我沒有同意 外交小兵我是同意 兩岸不能做金錢遊戲的競爭 但是也不能因為外交小兵 所有的戰略目標 跟所有的外交援助 外交支援外交方向全部停頓 我是反對這樣啦 應該是外交人員要積極去創造什麼 在外交小兵這段兩岸和平的階段 應該去創造什麼 至少要有兩韓模式的國際關係 這個時間我們要去創作 台灣在國際有一個空間 因為兩岸不競爭 但是我們沒有嘛 阿扁當時是在創造風火外交 就是要全世界我看到台灣 馬英雄他現在是在消滅外交 他就是說你都不要拿電動就好 錢越來越少 我們的機密預算 阿扁在做的時候 五十幾億 機密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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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密預算就是在當外交的 外交的 外交的私底下 不用立法院 公開的文匯不用說 對啦 這包拿著這包給你厲害 對啦 這包給你厲害 這包給你厲害 對啦 機密預算 過程這都總統外交的力氣 工具 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都沒有就是說沒關係 不然這些人對我們這麼不友善 但是這是不是必要之惡 這大家都討論 但是做金錢經濟外交 我是不懂的 我覺得金錢外交 大家都願意 不管是國民黨這政 民進黨這政 金錢外交到大陸都說厭惡 其實 人道金錢外交我是贊成 這全世界都在做 我們有令力去當幫忙 所以我是贊成的 我們現在講的金錢外交 基本上是屬於那種市值大開口 他先跟大陸要說 他要給我一億美金喔 如果說比如說這樣子 那你如果沒有給我五千 我不可能留下來 我們只好給 那種兩邊獲利左右逢遠 這種是不好的 百拉貨就是要八千萬美金 我們不要給他 所以兩國的關係 現在停頓中 他要八千萬美金 八千萬美金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 二十四元是公共建設 還是給他到大陸 我在想都有 他就隨便跟你拿個計畫 這就是重點 就是馬英九剛才我已經講 這個我覺得他是非常專業的 一個談話就是說 活路外交讓我們少花錢 可是你不能夠休克掉 你不可以外交人員都沒有警覺 像這種事情都沒有發現 然後也都不知道怎麼應變 剛才講到那個預算 阿扁那個做法我不是反對 但是他花出的成本就是 我們花大筆的錢 他要在國際看見台灣 到處去衝 那是符合他的個性 阿扁最後一年 二千零八年的時候 編的預算 就是這些邦交國 會花的預算是 一百八十億台幣 七十九億 一百八十 那馬英九明年 二千零一十四年 九十一半 所以這外交人員 怎麼發那些紅包 阿扁能出錢 起的錢 現在外交部出不起來了 我說實在 有錢給你送的 有錢就叫你送的 沒有錢就叫你送的 對啦 對不對 所以錢這個事情還是很重要 沒有那個國家 沒有外交說沒有用錢 外交一定要花錢 對啊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外交一定要花錢 可是花錢不必來去做外交 不急就是當你